大姐为了让孩子有个家 这段婚姻维持了五年 直到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她竟然和自己提出了离婚诉讼 离婚后大姐为了儿子打拼了三十年 而现在决定在感情上迈出一步的大姐 就想为了自己找个和自己心意的另一半 最起码懂我的心意善良点 因为我好像这一生来讲还挺不容易的 然后要过好后半生那种 比我大个三岁四岁的就是最高的了 能接受就是去到农村生活 待面是啥的 种小园啥的 要是农村的 种小园也挺好 我可愿意种小园的 我今早上给家还种 我自己吧 真要去那边了 有一块小地儿 人家起完土豆了 然后我还栽得摆去那 今早上我给这大棵那个叶子 晚了还怕它不活 搁那个大棵叶晒 冯大哥想找个伴一起生活 彼此照顾 张大姐在婚姻里受过伤 就想找个善良的人一块过田园生活 于是红娘带着张大姐来到了冯大哥的小院 看看俩人是不是彼此要找的那个她 姐 你不是之前就说就是喜欢有个小园啥的种点菜吗 那个农村的形象 是不是 对呀 大哥在门口等 你好 你好 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那个冯玉祥 冯大哥 你好 这个是张希文 张大姐 这就是大哥种的那个圆子啥 那个矮的 那是小的 完了我上边又蘸的苞米 也在汤里头蘸的苞米 苞米基本上任人吃得好吃差不多了 因啥我一个人吧 我动多了吃不了 这些形式全都烂地里去了 大哥家自己也不咋吃 这都烂地里都白虾了 就差个女主人来经营给小园 我就是纯粹是食品 这小园里的全是草 也没有几个苗 你看那豆角架都干不得那程度的 都不往下摘 她这种过热的方式 我一看就是不是那种 不是比较刚强那种 挺好的 哪方面想 就是你说看了个人 这样是现在就是吃到这样的东西可不多了 就你就在农村自己种点啥 有没有柿子啥的呢 就是成熟的 有啊 帮帮忙拿一些货 可以自己拿 自己拿呀 有点那个啥呢 过劲了 过劲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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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姐成熟了 这 我没擦呀 这个 没有什么擦 我不喜欢吃 谢谢 你不喜欢 不喜欢 那就放这吧 行 谢谢 那个柿子躲那么老远呢 咋 我一看它那柿子都被耗子吃了 那你那种那玩意本身就是人吃的 你要耗子吃了 人还能吃了吗 我才觉得它好像是没看动物 为啥呀 为啥呢 为啥呢 我给她洗柿子她 她都没接 她说不习惯吃 不习惯吃那个 那头子她最后隔水里都洗一洗 我还拿出来 你接都没接 对呀 因为她 我为什么没接 因为她那个柿子 都那个手透透的了 手透了 大劲了 完了都出个汤汤了 我心里万一的那个啥 在整我的身上 完了不好洗 那种 看表面现象也不行 夫妻之间在一起生活 必须要在一起正常生活 磨合一段时间 她能知道我什么心理 我能知道她什么心理 得靠时间去 刚刚所以就是刚接触 你也在了解了解她啥情况 什么时候她得接着唠唠 唠唠 那得说几句话唠唠可 知道大姐喜欢小燕子 大哥现摘了柿子 想给大姐尝尝 大姐虽然没接 但大哥说了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慢慢磨合 不能看表面现象 而且自己对大姐也挺有眼缘 所以还得相处相处 看看咋样